今天有一个车方向盘打不动 不能开 所以我需要上门给它检查 我带了一些常用的工具 还有万车宝汽车电脑 当然我今天穿的特别干净 也不能钻在车底下 所以我把一一也带上了 阿兰师傅 要不要把大电脑带上呀 不用带 万车宝里面的功能 都是从大电脑里面复制出来的 所以检测出来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哦那我们出发吧 不要让他出入等级了 好的 你好 我来给你修车的 你的车是哪一辆 这一辆 你钥匙给我 我拿钥匙啊 嗯好 钥匙已经拿到了 现在开门启动一下 启动好困难 方向盘没有助力打不动 仪表上还有故障灯 一个是方向盘 一个是侧滑 还有一个是发动机 师傅 快用你的电脑给他检测一遍 看能不能检测出来 好的 你把它插进去 你的脚拿一下 我看不到 哦 看到了 就是这个接口 好了 你来看一下 我出张式检测出来了 那要怎么修呀 这还不简单 直接检测 取做位置传感器 你趴下去看看 把传感器拆下来检测一下 师傅 我看到位置了 传感器的线破了 应该是被狗咬的 那还能接吗 从沙头这里破的 不好接啊 那你把它拆下来 我去买一根新的 还比较好拆 只用一颗螺丝 拆下来了 插头和传感器好像是分开的 我要和师傅说一下 旧的拆下来了 我看一下 应该是狗咬的 这个传感器不带插头 所以刚刚我去器配店 没有买到 给他把线接上 然后用扎带扎起来 扎高一点 别再掉在地上 又被狗咬到了 刚都怪我 没有看清楚 原来这个电线是可以接的 用胶带给他包一下 然后去彻底下装了 师傅装好了 好的 再试一下 OK 方向盘正常了 但是仪表的故障灯还在亮 不过没关系 可以用万车宝清除故障码 点清除故障码 然后点确认 不让灯消失了 今天继续修码团呢 好了 你先来装这个方向机 我要去买一个新手机 这个是你拆的 我不会装 很简单的呀 你把这个套进去 然后两边扭上 你慢慢研究吧 我要去买手机了 先把这个垫片取下来 装上去 等我回来和你娘前送 呀 半手卡住了 把垫片下回去 卡克牛井 球刀装上 老板从岛上 拿回来一台发动机 把接口对上 螺丝扭紧 唱好了吗 唱好了 完了 还没好吗 这个球头螺丝在做 现在扭不进去 又扭不出来了 把轮胎拆下来 用气棒打吧 师傅 你现在有两个手机了 今天买了一个740 我这个小米巴 这还是好的 都舍不得丢 轮胎拆掉 好了 师傅 师傅 我量全速了 151 150 后面小了 往里面扭一点 可以了 让他去做个四轮定位了 下班了吗 你看我这双脏七细的破鞋 有本事出了250都没卖 老板娘给了我一把钥匙 说那个桥上面有个车要修 这么多车怎么走 也没有一个车标刷的 没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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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娘到底是什么车 就是这个车遥控器也没电了 轮胎也没气了 我又回去拿一个打气棒 看点烟气的位置 一定要发动使用 开始打气 师傅 这车哪里快了 这个车手刷不好 把车拎起来 轮胎拆掉 手刷忘记放了 放手刷 一刹刷子我 刷不出来就没有螺蛳 螺蛳滑了 这一刀 汤烟 有心人 刹车片都从这个样了 只是太平面了 开个灶 我怕等会装个灶 刷车片拆掉 风棒漏油 手刷线也要换掉 手刷线拉出来 换掉 轴腺也坏了 后面四颗螺蛳拆掉 放上擦车锁 起进去了 把半轴包出来 往地上倒一下 轴腺就出来了 今天要加班 给你们推荐一个离合器偏对准器 把工具塞进去 后面这颗螺蛳流进 由于之后 刚好在中心位置 园里就和盆装螺蛳是一样的 有了这东西 再也不需要一轴 以后才变速箱 再也不会白费力气了 还不动掉下来更麻烦 先吃饭吧 打个太阳灯 轴腾敲进去 昨天晚上少了一个炒黄 今天继续 半轴装上 主装发射片 盘黄河河 盘黄沟上 这个刹车是自动调节的 刹车骨装上 加刹车油放空气 放 再弹 放 好了 煮到太高了 调一下 可以了 能弄多少 师傅你来试一下高科 街上的视频 我的这双鞋已经有人出了500 我感觉他们都是骗人的 我们老板2万收了一台13年的奔腾 b50 嘴香漏水 发动机抖动 现在开始收发动机抖动 我天呐 故障灯量比较好查 掏出价值599的祭司盒子 随便找一个这样的接口插上 拿开奇数大师 用obd可以免费检测 故障吗 是气缸二失火 直接把二缸高压线拔出来 插上火花筛 发动一下 不点火 把二缸和四缸兑换一下 再发动 看到火花了吗 说明 你刚才可以送好的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也会先劝坏了 4 1 3 就是这个东西坏了 一模一样 123 4 不懂了 点个蛋呗 故障码还在 清除故障码 是不这个车没有油了 这次老板借给我开了 我等会去加点油 汽油加码 下水管拔掉 你这样拿出来 师傅回来啦 下水管装上 师傅回来啦 师傅正在加汽油 油气滤心装上 上水管装上 这个管子用来放空气 加防洞液 发动 现在等水温到90度左右 桌下转了就可以了 师傅这个油表的怎么还在亮呀 今天接了一单大的 就是这个霍兰啦 五菱红光威 手动挡改自动挡 以后挂的不需要采离合器 先把电机装上 把编速箱支架螺丝拆掉 把电机固定在这个位置 螺丝扭紧 这个是档位传感器 一个是选档 一个是挂档 传感器装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然后把传感器的另一头 固定在档位线上 挂档的时候 传感器会跟着动 现在开始装油管 这个开关在研发的时候 花费了2000多万 扭紧是自动挡 扭充是手动挡 机盖拉开 先把油管穿下去 油壶装在叶子板的位置上 油壶下来的油管 靠这个位置 再把原来离合器的油管 从中间位置断开 和两片弯的开关 传感联在一起 这样手动挡和自动挡都可以用 最后再接上电子棒 一呀 现在开始走线 两面板扣掉 这个是档位显示器 可以装这里也可以装这里 电脑板 随便装 搭铁线 随便装 有OBD接口的 只需要接两根线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穿线也不用打动 这个穿到下面去 把线拉出来 电机插上 全挡传感器 插这 换挡传感器 插这 再把电源线接上 OK了 差点忘记拍空气了 再把开关扭到自动挡 这条路是没有车的 不用踩铃和直接挂倒 你们都说我把鞋子卖了 没有卖 我只是洗干净了 今天我表嫂要过来修车 表妹帮我换一下撒撒片 拿上十字套筒 先把他的轮胎拆下来 用脚踹一下就下来了 表嫂你这个轮胎跟换了 有钱的再换 这个帽子里面有一个内扭脚螺丝 把这个螺丝拆掉 把弹簧跳掉 风泵就可以拿出来了 再把刹车片取出来 表嫂你怎么知道 你的刹车片没有了呢 踩刹车呲啊呲啊的响 这个是顶刹车风泵的专用工具 螺丝扭紧就可以把活塞顶回去 表嫂我给你换一副进口的刹车片 风泵装上 螺丝扭紧 弹簧装上 轮胎装上 轮胎装上 再把左边也换了 你要擦 你先踩刹车车吗 怎么没有刹车 正常的都踩起来就好了 有了有了 小妹 我自己垫错了 能不能帮我搞一下 你怎么跟我跳坏了 虽然只有这么小一点 但要喷的话必须喷整个面 喷一个面的话最少都要三百多 没事等我下班了给你修 杨嫂我来给你修车了 车在门口的 这块请你刺烤鱼 嗯 这个是斑马七宝 这个是斑马七宝 干透 先使用一千末湿青沙子 四位打磨补涂 再用两千末沙子打磨补涂之后 车漆一样光滑 步骤三 喷涂前准备 使用遮打磨遮蔽车身周边附件 步骤四 喷涂底漆 距离寡寸部位10到15厘米 你继续彻底遮住补涂 然后喷多次 底漆干透后出磨底漆 如有颗粒感 使用两千末沙子轻微打磨 步骤五 喷涂色漆 色漆喷涂一定要采取少量多次的原则 喷涂6到8层色漆 每层间隔时间10分钟以上 等上一层油漆干透了再喷下一层 步骤六喷涂轻轻 等待色漆干透后喷涂轻轻 同样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喷涂6至8层 每层间隔15分钟 鱼丧丧丧好了 喷涂7至8层 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天空 mural 牙团足的原则 刘挥Р印刀 Myers 但我可以把它拉它 祂就太幸 Starr 隐rz 杰